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野 那今天要開箱的作品算是我臨時想要收藏的 本來他在預購的時候我是完全沒有對他有多做注意 很多人在分享他的實體跟現貨 我真的覺得太帥了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先來看東西吧 沒錯,這是今天要開箱的BWFC跟SMSP的一番賞 鏡頭前的觀眾應該已經在此時時刻 應該已經看過很多開箱是他的第四色 2D色 BWFC就是一個雕刻比賽 就是由世界各地有名的雕刻家回去投稿做比賽 然後獲勝的獎品就會出成公仔 實體公仔 以前已經有很多系列都是這樣子出來了 然後這次的作品是Orumaco 是位日本雕刻家Kengo 然後因為我本身是沒有在follow雕刻圈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追蹤某些雕刻師 就是他們比較喜歡的作者 那我本身是沒有follow這一塊 所以細節的部分可能大家還是可以去多做一點資料 那我今天就單純來講一下作品 那SMSP的一番賞大家都知道它是屬於有點像 很多人說是高階一番賞 因為它一抽是要5000日圓 在台灣應該也要兩三千塊左右 那它的一番賞的簽子是長這樣 這是我跟店家拿的 因為我買的 我不是用抽的啦 我是直接買的 所以這是店家送的一個簽子 它原本是長這樣 沒有絲 就是做紀念 它的獎項只有公仔 然後就是四種顏色 像這樣 然後 既然觀眾已經看到說 為什麼我這邊會有四支呢 就代表說 我已經包色了 因為我真的太喜歡Orumite這個角色了 所以 我真的想說 因為大家主要都是看到這個吧 2D色 就是比較多人在分享的2D色 但 我看完別人分享2D色之後 我覺得 其他顏色其實也不難看 都有它的特色跟風格 那我想說 既然如此 就包個色好了 就 荷包給它捏下去 包了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這一盒 為什麼是黑色跟其他三盒不一樣 那我就要解釋一下 其實 BWFC跟MSP的一番賞 是在日本可以抽的 海外基本上是沒有可以抽 除非有代理商各自進貨 所以它其實一番賞是日版而已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黑盒 就是他們公司有出所謂的海外代理版 就是可以以不用抽的方式 直接做預購 那它的盒子就會長這樣 然後這是像我們這次代理版的預購是 04 就是大家最喜歡的2D色 這邊有寫04 然後代理版的盒子就是長這樣 海外代理版的 那旁邊這三隻呢 就是日版 當初一番賞出來的樣子 所以照來說 一番賞的 04 2D色 就是所謂的D賞 也是這個樣子就是白底黑色的格子 然後他們只有在這裡 會有寫上他們的顏色編滿 那這樣就是 這邊就寫是01 02 03 然後就是直接買日版的 這一套的歐盧麥特海外代理版 有01跟04 02也有 只是02好像比較少店家開 量可能不多 所以如果想收一套的人 可以參考代理版 可以參考日版 都可以 他們主要是 合繪的不同 東西都是一樣的 而只有03是沒有海外代理版 所以如果想要收一套的話 03的部分應該只能收日版 其餘的話 都有代理版可以 都有海外代理版可以做參考 那我買的時候呢 剛好是價錢還沒長起來的時候 因為像現在這隻海外的04 台幣可能也要3000多了 就是 以現在來看啦 這隻應該也要3000多了 那日版的04 更恐怖 換算成台幣的話 就是日幣轉台幣的話 就是日幣轉台幣的話 應該是六七八千塊吧 這個時候啦 當下 那因為這個太小 然後賣才有就包色 那報告書我們就來看吧 人家外面都是買鞋子跟衣服 才有在那邊包色 沒關係 我們買玩具的也可以包色 那就先來開01吧 對01 先來開01 這一隻 這一隻真的很大隻耶 而且重量也是很足的 齁 沒帶了 接下來四色可能都是用 這個包裝方式 所以我打灰直接跳過這些 重複性的動作 然後直接給大家看本體 那我剛剛這隻先開太快 那我順便為大家做一下公仔外盒的介紹 日版的一番場就是白底 然後黑色的 歐魯麥特的封面 然後只有左下角這邊會有 哪一個賞 就是ABC賞的標誌 這個就是A賞 上面會寫01 那旁邊呢就是這個比賽的一些 簡介跟內容啦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研究一下 他們每個人 不管是雕刻師也有做採訪的影片 以及他們官方公告也有一些文章 那都可以做參考如果對這塊比較有興趣的人 那主要這邊會有四個獎項的標誌 ABCD 然後A就是所謂的筆刷的色彩 然後B賞就是動畫色 就是仿造動畫內容的顏色 C呢就是漫畫黑白的配色 珠賞就是2D色 就是大家最期待覺得最好看的2D色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歐魯麥特就是2D色 才是他的原色 還有兩根他的觸角另外放 分件很少啦 基本上就是 上半身下半身跟 這個觸角 然後還有一個底座 喔 好帥喔 好帥 我在想我大家還要講評嗎 呵呵 因為這次已經很多人講評了 那我大家就用我的看法來講一下好了 因為每根看法還是不一樣 我就用我的方向來看 好帥喔 怎麼辦 那我怎麼覺得第一個筆刷色就很帥啊 喔 好帥 再開 那我就照順序開好了 把2D色當壓軸 好帥喔 怎麼辦 第一個顏色就覺得很帥 好帥喔 哇 真的是包色的 我當初本來有點小後悔包色 就想說 一樣的東西真的有需要收到那麼多支嗎 換你知道嗎 沒有 就是要收這麼多支 那外盒就一樣 跟01是一樣的 就是 色彩薄盒比較鮮豔 然後缺少有點陰影吧 我覺得跟01配色的差別 再來是03 怎麼會有人覺得黑白色沒感覺呢 黑白色其實很帥耶 而且它連這個支撐 就是它腳的支撐也是 有分顏色的 每一支的顏色也都不太一樣 塑膠味 好香喔 最喜歡這個味道 滿滿的塑膠味 塑膠味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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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怎麼覺得 完蛋了 開啟了另外一個世界了 因為我自己是 比較會局限自己的收藏類型 就是我通常都只買一兩家的牌子的做公仔 就是因為我不想要自己 漫無目的的一直買下去 但是 我還是完全沒follow這種東西耶 好帥喔 因為我有看我音 而且我還滿喜歡我的英雄學員的 我超愛歐盧麥特耶 因為我是 我會覺得很帥是因為我是漫畫黨 我是喜歡看漫畫更剩於動畫的人 所以對我來說黑白色就是我平常看到它的樣子 就是很有特色耶 感覺真的從漫畫裡走出來的 因為我平常就是看漫畫 所以 這個樣子我反而還比較熟悉 黑白色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收的 VWC跟SMSP的系列 前一支綠谷我有看人家開箱 但是我本身是沒有收 如果每一支都做得這麼好的話 我有點想回去把綠谷給買回來耶 我覺得做得不差耶 以這個價位來說 不差耶 我覺得做得滿好的耶 怎麼回事 好扯喔 好 最後了 有沒有 現在大家最想要的一支歐盧麥特 二滴色 零四 我要打開了 我怎麼覺得前面三支已經很好了 如果大家都說二滴色是最好看的顏色 哇塞 這還有點想回去買綠谷耶 因為我有稍微去研究一下VWC 這一個系列的一番賞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後面還會有出爆豪 就是因為爆豪已經有開放預購了嘛 海外代理版是01的顏色 然後它那時候應該也會有ABCD 就是一樣的配色方式 然後再下一款好像是轟 所以如果它們四支都完整出完的話 我覺得擺在一起非常好看 這樣又要花錢了耶 蛤? 來了來了 二滴色 二滴色 好帥喔 而且我那時候有聽大家在講 因為我平常是沒有收二滴色的作品 所以很多人說其實歐盧麥特的二滴色 跟其他二滴色的呈現方式也不太一樣 是屬於它自己風格的二滴色 細節都有做的 都有做出來的 不是含糊帶過的 那我就全部開完了 之後也會帶細節去依序講解一下 我對它們的一些個人的看法跟見解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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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作成者 李宗盛 是吧 接下 接下 是你 那未來我也會開比較多這種不是海賊王的作品 那如果喜歡各式樣動畫的觀眾們也可以追蹤一下我的頻道 之後都會有別的作品跟一些特別的東西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跟追蹤我的IG